鍾建平先生 其實是跟我一起有份策劃了 這次台港澳東北大遊行的 大家好 小弟阿Max 我想說幾件事 第一件事其實我在Facebook 就post了自己的影片出來 呼籲大家過來 如果有看過的話 就多謝大家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就希望你看看 去看一看吧 因為用比較輕鬆的方式去做 而我裏面說什麼呢 其實我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我們今天和政府說話 我們在show我們的power和政府說話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棟保是政治來的 OK 但是如果大家 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們這班人 沒有大家的支持的話 我們是不可能站在那裡 或者我們站進去 跟不同的立法會員去做Lobby 或者跟不同的人去爭取其他事情 所以 我在這裡 斗膽代表這麼多有份的朋友 就多謝大家 對我們的支持 好 第二件事 我其實做很多TNR的 我自己一個人開車去做的 剛剛這段說話是北區動員的朋友說的 就是叫我說 因為大家真的太沒時間了 北區動員的朋友就說 希望大家如果 是懂得住在鄉村 鄉郊地方的人 麻煩大家 用大家不同的力量去告訴他們 其實那些貓貓狗狗 生完了 不要丟那些貓B在垃圾站 OK 其實我們是不同的團體 愛協也好 誰也好 其實是有免費的TNR做的 OK 希望大家把這個信息告訴你們 親民戚友誌 令到不要再受害 受害 受害就是什麼 源頭減貓源頭減狗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旨 如果139B過了的話 我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在你家旁邊 在你家旁邊 或者在你家旁邊 應該有四隻母狗在旁邊 四隻的牌子很容易拿 假設那個人是我的話 我要做什麼 餘記說給我那些日誌 我自己寫 沒有監管 喂 我是餘記 假設我現在進來 我要看你那四隻母狗 喂 我要進來 喂不好意思 這裏是私人住宅 我的法律的TEMS是叫 這個是私人處所 你不可以進來 你打一打 那我做什麼 進去搞定了 那些農村 你不可以進去市區 黃繼仁 之前在大埔試過一次 香港警察45分鐘才到場 結果裡面全部乾淨了 大家是否想見到這些情況發生 大家是否想見到這些情況發生 是 是 是 源頭減 不政治 源頭減狗 源頭減貓 其實真的很重要 希望大家 繼續可以 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講錯話 我說明天太陽西邊升起 OK 你不需要支持我 因為我講的是廢話 我講的是錯的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 是認為我們講的東西 對的話 我希望再有機會 大家都會出來 去支持 不是支持我們 不是支持 毛議員 是支持貓狗 好啊 第三 很快趣 事實更正 港鐵 其實在前年11月 已經出了 一個怎樣對待社區動物 即所謂流浪貓狗 他們的SOP handling procedure 已經出了 去年11月他們也有更新 那份東西在我那裡 為什麼我有 因為我直接知道 在錦上路那裡 有兩輛車撞死狗 第一輛車撞完之後 沒有報到 是啊 走了 是啊 不是走了 是第一輛車撞完之後 那隻狗放在那裡 他不報上去 第二輛車來的時候 什麼都不知道 又衝下去 喂不碰那隻狗 我立刻煞停車 我在立法會講了 沒有報紙報 希望大家 我們的力量很大 但是 我們都被人制抓住很大 希望大家 利用我們現在有的力量 Facebook也好 Twitter也好 什麼什麼都好 OK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真正現在的時事 很快脆 地鐵的東西 麥志豪理很多 我都理不少 OK 希望大家 看清楚究竟 人家有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 他做錯的 我們去罵他 他做得對的 我們不能罵他 正如我說 明天太陽西邊升起 你一句就走過來 你錯 那就行了 OK 希望大家繼續 紅心壯志地 我們團結在一起 本土也好 泛民也好 我們就算建制派 你說過來一起支持 沒有所謂 最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不是為我 不是為你 不是為你 隔壁屋有沒有吵 四隻狗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為動物的 我們只是為動物的福利 我們是為動物的權利 我們只是為動物的福利 我們是為動物的權利 大家說對嗎 對 就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